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Jessica 第一財經研究院2022中國宏觀經濟半年部認為 2022年下半年經濟面對多重挑戰 包括疫情影響、房地產市場風險、青年失業率高等風險 呼籲政府推出穩定的政策 有分析認為 六媒的這些建議不具有操作性 中國二十大前不會放鬆清零政策 房地產已經破滅 當局至今拿不出有效的措施 而年輕人失業非常嚴重 中共無力解決 六媒第一財經在7月27日的報導 2022中國宏觀經濟半年部發佈 2022下半年經濟恢復面臨多重挑戰 包括疫情、房地產風險事件、青年失業率 以及美國聯準會加息引發經濟衰退質疑 將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的影響 報告說 疫情對經濟負面影響暫時不會消失 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均受到一定制約 房地產行業多重風險事件打擊居民的買樓信心 會不利於房地產市場糧性發展 青年失業率高企是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將影響國內消費的需求 報告繼續說 目前長大化核酸檢測有效期間是48或72小時 這些限制了居民的活動範圍 導致消費需求無法充分釋放 對整體消費 生產都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中共的清零政策嚴重 衝擊中國經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7月26日 再次下調中國GDP增速預期至3.3% 此前的1月份預期為4.4% 4月份為3.6% 在香港任職法國投資銀行NATISIS 首席亞太經濟學家艾西亞對美國之音表示 中國消費者現在的支出低於正常水平 因為他們強制封鎖期間無法外出 或者擔心最終會因為失業而減少收入 艾西亞說 很明顯 每一個家庭的情緒都仍然非常消極 可能是因為大規模核酸篩檢仍然普遍存在 人們對未來是否再次封城感到不確定 時事評論員黃核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二十大之前 清零政策不會動搖和放鬆 在政治高壓下 地方政府不敢出政策 也沒有人能夠承擔責任 雖然地方政府沒有錢 希望盤活經濟 充其量也只是止造不說 因此 放鬆管控的指標化建議 不可能被採納 針對消費的問題 報告建議擴大消費刺激政策 例如對於推出購物優惠活動商家 稅收免減 鼓勵金融經構推出消費信貸優惠等 或者也可以在試點城市 向特定的家庭和小微企業 發放數字人民幣 進行現金補貼 保證經濟主體存續 黃核表示 中國經濟直線下滑 百姓生存艱難 無錢消費 部分有錢的人 也不敢輕易消費 會選擇持幣過冬 當局解決不了內需的問題 特別是年輕人失業率高 中共完全無法解決 而這些又涉及到社會的穩定 中共統計局在6月份數據顯示 25至59歲的人口 城鎮調查失業內為4.5% 而在16至24歲人口失業上升到19.3% 針對房地產問題 報告認為 必須化解房地產市場的風險 重塑市場信心 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亂象 地方政府成立房地產專案紓困基金 實行監管權力 協調房地產業、銀行、消費者間的權益分配 早日恢復行業的信心 報告顯示 在已經恢復常態的6月 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累計同比增速為5.4% 房屋新開工面積累計同比增速為34.4% 商品房銷售面積累計同比增速為22.2% 王核認為 房地產已經爆破了 中共只能力推補交樓 最後要銀行負擔責任 但銀行要面臨外賬壞賬 裡面原因很複雜 涉及很多利益的問題 銀行需要利益交割 當局也沒有頂層設計 至今也沒有推出有效的措施 他認為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國進民退 中共借機會強行食民間的企業 力求穩房價 保持銀行帳面不出大問題 盡量避免金融危機 新加坡CreditSite研究公司 高級分析師曾竹君表示 中國經濟不景氣令世界市場擔憂 因為復甦的上揚幅度 沒有2020年疫情爆發時那麼明顯 而近期發生業主集體停泰 威脅到包括房地產在內的高價值資產 曾竹君認為 中國出口運輸和製造業的中斷 已經令世界很多地區的供應鏈變得不穩定 進而加劇了通脹和對衰退的擔憂 最新數據顯示 2022年一季度 中國購物中心商場的 日均客流量同比大減19% 居民消費意願低落 同時主要城市上海和廣州的 商場店鋪空置率分別達到近10%和14% 財經評論人士陳曉對自由亞洲表示 中國城鎮民眾消費意願下降 與失業人數增加有關 他說 大家都要過緊日子 所以商場的空置率就越來越多 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問題 儘管近幾年經濟不景氣 但商場的租金一直沒有下調 導致現在的商業經營者 根本就無力支付租金 陳曉說 這些完全違背商業經營的邏輯 這些足以說明 現在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理經濟 也不理民眾的死活 上海、廣州出現關店潮 一方面是老百姓對疫情遲遲不退去 有一定的心理壓力 但更主要是對未來的預期沒有信心 與此同時 由於中共對科技行業的打擊 以及嚴厲的清零政策 使投資者對中國信心受挫 北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在一份報告中顯示 中國今年第二季度的創業 投資降至91億美元 比上一季度的181億美元 銳減了一半 並跌至2014年第四季度以來的最低點 北馬威中國客戶資訊與創新主管 查偉亮在一份報告中華 與COVID-19有關的封鎖 再加上國際投資者參與的放緩 以及投資者對去年監管變化的謹慎生態 對風險投資生態系統造成了影響 以上的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夏松 張明健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